我現在開始要來看 好 我們先去看 我覺得天實主義是一個 很理論作為基礎的一個藝術流派 有些藝術流派不是這樣 例如印象派 印象派那些畫家是覺得我要畫那些東西 他可能是跟當時流行的寫實主義有一個關係 他覺得這些不是寫實 因為人眼看東西不是這樣的 印象派就要捕捉人眼看東西是怎樣 我覺得這種藝術流派沒有那麼理論背景下出現出來 那些是藝術家想出來的 或者藝術家在他畫畫的過程裏 inspire了他 而產生一個流派趣 科學也說是吧 印象派 都可以 因為科學的進步 科學的進步就是人眼的理解 這些傳聞我不清楚是不是真的 我挺懷疑是不是那些印象派的藝術家 都知道這些東西 這些我不知道 但是你說和科學有關 我覺得 起碼大家都知道發明了拍相機 這個是肯定的 這樣 這樣 這一種我覺得是畫家用他的藝術觸覺 而產生出來的一個流派 但是千實主義完全不是 千實主義是由理論開始的 我覺得這個流派是 他是受到佛羅伊德的理論影響 然後才有這個流派出現 如果從來沒有佛羅伊德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 所以我會覺得我們欣賞千實主義的作品 有些理論基礎會比較容易進入 尤其是我們這個年代 有多超現實 很超現實嗎 這個是真的 因為現在要看到 有很多技術之後 有很多技術之後 其實很多這些東西 不太喜歡吃 是啊 現在我們可以用電影的技術 用電腦的Graphic 在電影中 製造一些很超現實的場景 很離開我們的神獸世界 那你一刻覺得 這些就有多超現實 那也是 差不多 也不是很厲害 會這樣 但是我覺得 在當時的年代 加上你要有一些理論的背景 你不用太懂 我覺得你只要知道他們的動機 足以幫你欣賞到他們想做些什麼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很遠 我覺得這個很棒 因為 事實上 剛才四哥說 你說 是否沒有了佛羅勒 一走一定沒有他們 我覺得 那個位置 其實就是砸砸主義 就是他上一個流派砸砸主義 但是Dada其實就沒有那個心理分析 就是佛羅勒的基礎 或是背景 所以他的心 反而是對那種理性 現代性 那種不滿和批判 就是 很簡單說 以前 最初是那些很宗教迷信的年代 或是信信權威的年代 但是去到後來 启蒙文帝復興開始 直到啟蒙就是高峰 就是慢慢覺得 我們開始用理性 可以把握這個世界 於是人 就慢慢可以自足 甚至到康德的說法就是 敢於運用你的理性 就令你可以成為一個成熟的人 在這個角度來講 就覺得有一個對理性的崇拜 似乎我們有理性 不再需要講宗教 不再需要講其他東西 但是人可以自入 而在這個角度來講 甚至康德 甚至連解釋 怎麽不算漂亮 都是用理性的 其實 有人批評他 那套所謂 對於美感的理論 都是太過intellectual 就是 他這樣說 他說 唯獨是人才有美感判斷 神和動物都不會有的 連神都沒有 神不知道什麼叫漂亮的 他也沒有需要知道什麼是漂亮的 是人的眼光才有 這是一個很理性主導的 一種美感的看法 因為這樣人才有那副理性的計 神就不需要 動物就沒有 是 但是反過來 就是去到一戰 一戰之後開始 是 之後很快收工 就變成了 宣言實主義取代了 核心始終都是對理性的那種不滿 是 因為 其實跟那些傳統主義的理路有點像 傳統主義就是二戰影響 但是 serville 和答答主義就是一戰影響 就是他們覺得 喂 我們那個 對世界的看法不是 我們現在懂得 運用理性 然後發展了很厲害的科學 其實你看回歷史 是進步得很快的 短短幾多年 就是由這個 現代物理學開始 幾多年之後 發明了蒸汽機 然後工業革命 是超快成的進展 其實是挺樂觀的 對於人類終於 可以運用到理性 然後令到世界越來越好 好像挺對的 但是呢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就覺得 咦 是不是 真的可以呢 這個故事 就是這個想法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 就是第一次顯示到 我們的科技 可以怎樣去 傷害我們自己 他是不是真的為人類 帶來美好的生活 就開始值得懷疑 這件事 結果就會刪出一堆 反啟蒙 反理性的想法 在這個 人民學科那裡 那麼答答主義就是 第一個 所以我覺得 有趣的是 其實那個 如果你說 Servilis不會出現 是很難說的 當然一定要建基於 心理分析 佩洛伊德那些 反理性就 對 反理性就不用 他們的 motivation 基本上就是在特納主演 或者其他類似的思潮 也看到 就是一二戰 加上西巴牙內戰 那時候 有很多西巴牙作家畫家 是感受到很變態 科技帶來的那種 而科技 還有很多不知科技 整個 整個組織 那些安排 是人類理性的最高體現 所以在歷史進程裡面 出現了一些 反理性 反科學的想法 其實是很合理的 就是在這些 背景之下出現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這個背景很重要 因為在很多思潮 包括藝術哲學 思想文學 其實很多時候 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初 很多都是對著這個 說的 但當然有另一邊 有些人覺得 我們有辦法再去 去解決理性帶來的問題 可以再理性一點 但這個我覺得 是理解《超現實珠》 一個很重要的資料點 所以可能 其實無論怎樣都好 他們都會找出路 對於理性的那種反科 是怎麼會出現的 不過只不過是不同的學派 不同的藝術流派 用了不同的資源 那麼剛好 同一時就出現了很重要 就是佛羅伊德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就是以前 如果講哲學 社會覺得 人是理性的動物 這個好像很困難 是 就是從亞歷史羅德開始 那是二千五百年前 然後到後來 甚至乎 我們讀哲學史 從何時開始 就是有一個很經典的說法 就是 原本古希臘 就是用神話來解釋世界 直至到 所謂第一個哲學家 菲利斯 太利斯 他就用Logox 用理性去理解這個世界 這個就是哲學的起源 好像總是跟神話 迷信 一些非理性的東西 做對抗 所以我們覺得很自然 講理性的時代 這個是正的 我第一次讀哲學史 這個是正的 就是找到 人是很理性的 而且 只有人才懂理性 其他動物 好像沒有理性能力 當然 事實上可能有些 但怎樣人多些 我們會覺得 似乎會覺得 這是人的環境 我盡量發揮 人理性的能力 好像很重要 理性意味著幾個 第一 理性意味著 我們是單一的 有一個核心的主宰自己 理性的部分 是我們整個人 最應該做主宰的部分 甚至會再講 其他東西會被禁止理性 是干擾了理性 就是干擾了我們作為人的一面 其實這個 拍圖當時已經有說 就是好像有兩隻馬 passion 和 desire 如果你沒有一個理性 好像一個騎馬 那條人 然後就要握住他們 他就亂走 這樣衝撞 反而如果你有理性的話 你利用回他 利用回你的 passion 和 desire 去你一些想去的地方 就好像理性才是主宰 否則你就會失去自主性 對 後來也會這樣說 譬如人為何犯罪呢 很多時候就是覺得 你被design 被舉一例 充分到你的頭腦 你理性就維持不住一隻馬 隻馬就衝到一些不應該衝到的地方 或者給我們的情感 我們passion 我太生氣 不用這樣殺死了你 這個是很多時候 我們讀哲學 或者很多時候 對人的西方傳統裡面 很強大理解 但其實二十世紀初 就開始慢慢發現 這個講法未必成立 這個原因很有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經常講一些日常經歷 譬如問你做個決定 這樣才算 你會選擇做什麼決定 譬如做哪一份工作 和誰在一起 將來做什麼科 很多時候 你選擇了某個決定 之後 問你為什麼 當然是給一個原因 你問你為什麼 你不能說沒有 當然解一下 但我經常發現 而且後來心理學都會發現 很有趣 其實通常那些人 在未有理由之前 已經做了決定 其實他是先有某些決定 很多時候 不是所有的 但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之後 到頭來 才能解釋 對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罵架 有什麼事情 可以解釋自己 解釋一下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 我 我都不是這樣想的 不過是你問我 給一些解釋 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我也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 我覺得這些很有趣 還有另外一些現象 就是有時候 人做的決定 其實你表面上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要做這些決定 甚至不察覺自己 做這些決定 但如果是理性決定 你一定會察覺的 我想得很清楚 那決定是怎麼做的 如果是理性決定 當然是不會的 所以我覺得 他們慢慢地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 除了理性的部分之外 好像做其他事情 這裏 接到佛樂伊德哥的說法 其實就是 我們有時候 以為自己這樣選 因為是我選的 但是 我們選了 然後再去Rationalize 其實只不過是 就是 佛樂伊德哥的說法就是 咦 我們意識 只是我們整個 心理系統的其中一部分 然後 背後還有一些 我們可能察覺不到的 這些他就叫潛意識 這些潛意識的 我們察覺不到 但是 原來我們做的很多事 很多決定 其實都是由我們潛意識 那些潛伏了的欲望 或者被壓抑了的欲望 我們不願意承認的欲望 這些 這些就推動我們去做某些事 然後我們做了之後 你問我為什麼 我用意識出來解釋 我 因為這樣 但其實這個可能 就是假的 是一個Rationalize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提出了 有這個機制 其實 反過來看 其實 可以解釋到 我們真正做事的機制是怎樣 所以很多時候你從外面看 很有趣 舉個例子 有時候我們見到朋友 擺明他是喜歡他 那些 他說我真的不是 但是你見到他不是 就是 其實那些什麼 可能是 其實他真的潛意識 有某些 他自己不肯承認的欲望 可能是在喜歡他 可能他在圍繪著某些社會道德 或者在圍繪著某些自我形象 很多那些 他不願意承認的東西 在驅使他 就沒有行為 但是他理性不會接受 他給我解釋 不是 他這樣就對我好 他這樣就對我好 我這樣可以 上次他對我好 我可以報回恩 舉個例子 有很多的解釋 就是後來的 我覺得這個就正的 就是在於 其實之前我們一直覺得 哇 人是很理性的 但是這個說法 告訴我們不是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我們不以為人是 那麼理性的話 而且是應該那麼理性的話 那就出事了 很簡單說 我們好像會覺得 我們想辦法 我們很相信理性 理性 如果理性得出我的結論 我們應該盡力相信 第二就是 我們嘗試用理性 說服別人 我覺得你做錯 我就說服你 說服你之後 你明白了嗎 你不要這樣做 但是其實不可以 因為事實上 那個理性的回應 就是後來 給我一個解釋 作出來的 如果用這個說法的話 那反過來 如果你真的要解決 那個人的問題 其實是應該 你走去他前意識 推動他前進 推動他做事的 那些部份 才處理到那個問題 那這個就是 靜靜法樂醫生 想做很多的治療 其實所謂的精神分析 那種治療 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 他的說法就是 去到最終 他在幫你什麼 他幫你理解你自己 其實就是 即是他 他醫不到你的 用回自己的說法 對 他醫不到你 他不會開藥給你的 沒有藥吃 即是那個精神分析 那個傳統 就是 你的問題 為什麼出現 譬如你有些 所謂的症狀 譬如我有些 強迫賭錢的 或者瘀酒的 這樣 去到最終 為什麼你會做這件事 就是 跟你一起談 他所謂 他語言治療 其實在這個 聊天的過程裏面 就令到你了解到自己 其實你真正想 逃避那件事 是什麼 你可能自己 不願意承認 或者 因為那個問題 你覺得自己解決不了 所以呢 我也解決不了 我還要 搔好搔面對著他 我就很痛苦 我無法活動 所以就要 找一個叫代替品的東西 來去轉移 這樣 這個法律德叫 dispacement 就是找一件事來代替他 一件你可以處理到的東西 來代替他 這樣 所以 去到最後 精神分析 其實治療了你什麼 就是 原來我們發現了自己 了解了自己之後 然後問題 就會在現實層次 就會變成 然後到最後 你就清除了自己 就不會再被這些症狀 困擾著你 他的所謂醫治 就是做一件事 所以 我覺得都挺自學的 對於什麼為止 真我 自我 是很有趣的理解 他從此之後 就不只是一個純粹理性的東西 甚至不特別需要 要追求一個理性的理想 一人一般就不是這樣的 剛才我們說了那麼多 又說潛意識 那為何潛意識可以知道呢 對 分析 你分析不到 那為何又說會知道有這件事 潛行 你進來我們那裏 即是不太潛 其實不是太潛 是有些情況會顯露出來的 最有名的就是我們發夢 他整本書都叫做夢的解釋 他會覺得我們為何會發那些夢 那些夢為何會有這樣的內容 這些不是偶然亂來的 其實就是我們平時有些慾望 可能被壓抑了 自己不覺得 然後在你睡覺的時候 你的意識會鬆懈了 因為你睡了 你的意識會做一個守衛 對 對 黑眼睡的時候 對 是一個不盡責的康奸 沒辦法 他都要休息 你意識是要休息 然後你一休息的時候 那些慾望 壓抑了的慾望 就剪露出來 就在那裏作怪 接不接上去說我 所以這就是一個說法 你現實之中實現不到的慾望 就在夢裡代替了 在夢裡展現出來 但夢又不是 難怪我昨天發了夢 哈哈哈哈 約了你 哈哈哈哈 但你現在實現了 是的 但我們的夢又不是這麼赤裸 我想做的事情 就不會是 弦兜兜地做回那件事實現 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他還是會被人設定 被社會規則 道德原則控制 就算我們的夢也好 他們都會有一種偽裝的方式呈現 所以為什麼我們做的夢這麼怪 你可能會飛 然後就穿越時空 經常都是這樣 或者跟這班朋友一起 開動門出去 去家門他們不認識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 好像無視我們現實的一些規則 其實就是 我們的慾望很多時候 就隱藏了在我們的夢裡 所以他所謂夢的解釋的原因 就是我們需要解釋 我們解釋了之後 才真正知道 它其實的意義是什麼 你真正想要什麼 所以是有一堆詮釋的技術 才能拆解出來 那麼夢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佛樂依德說 我們的潛意識顯現的方法 另一個就是 那些叫什麼 Sleep of the Tongue 講錯話 我想大家都試過 有一種講錯話 可能真的跟潛意識沒有關係 就是 我的舌頭不太敏銳 有時說話歪了音 然後大家在笑 那些可能沒有關係 但是不知道 也可能有關係 但有些很明顯 是有意思的 我明明想說那句話 但不知為什麼 舌頭不聽話 就說了另一句話出來 這一種不是純粹地 我身體協調不到 好像有行路摸衝 不是純粹是這樣 他會覺得 他會覺得其實是有意思的 是有意義的 就是 又是那個解釋 就是我們有些壓抑了的慾望 有時鬆懈了 就是那個意識的守衛 鬆懈了 就是在這些情況下 出來 就會說到 說了一些 你心裡面那句 可能 但都可能 要解釋 為什麼你會說錯這句 不是那句 都會有解的 在他的眼中 還有另一個情況 他就說笑話 怎樣出來 其實都是 跟前面色有關的 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覺得好笑的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禁忌 就是 好像 你正經說出來 就會出事 那些 小學的時候說 屎 對 然後 然後 到今時今日 都是 色情笑話 是一個 幾主流的笑話 類型 不僅是華人 西方國家都是 色情笑話 是很常見的 就是因為有些禁忌 粗口也是 他覺得 在舞台上說 是一件事 對 對 為什麼笑話有關呢 就是 那些事情 你不可以直接說 因為你違反了社會規則 但是 你將它變成一個笑話之後 大家都知道 我開玩笑而已 然後 我們就好像覺得 這件事不認真的 可以將那些 其實隱藏了的 慾望 將它展露出來 就令我們見得到 所以它不是 所謂潛意識的東西 就不是完全 lovingless 不是完全沒有辦法知道的 是有很多端藝 是可以令我們知道到它 所以 反過來 如果遇到很多 例如 有些障礙 我們活得不太開心 其實可能是因為 潛意識而引致 那怎麼辦呢 於是佛洛伊德的其他做法就是 所謂的治療 其實不是真的治療 就是認識你自己 讓你知道自己的潛意識 其實有些什麼在裡面 你會發現原來我是這樣的 所以會有那些行為 會有那些不開心的情緒 會有那些不開心的情緒 很出名的 有一個叫做free association 的做法 就是自由聯想 其實是跟你聊天 其實它這個經典在什麼呢 你看任何戲 見精神科醫生 他都會有一張 半份在那裡 又躺在那裡 即是又坐又睡那張椅 你看戲一定見過 但其實今時今日佛洛伊德沒落 在心理學 你看精神科醫生 為什麼沒有那張椅子 你不是老的 但是這個心脈民室 就是他做free association 這個方法的時候 典型地就是躺在這張 半睡半坐的椅子 為什麼呢 你看這個經典無間道 對了 梁朝有時候睡的那張椅子 看到長華林寂那張 其實我覺得很搞笑 我從設計的角度去看它 你不可以一張床 一張床你就躺 睡了 睡了就說不到話 你又不可以只坐 你坐就太過日常 所以他的目標就是 你要很放鬆地 半坐半睡 這樣 Fear association做些什麼呢 其實就是 令到你可以解除一切束縛 自由地聯想 講到你心裡想說的事情 是沒有任何限制的 你可以好跳的 你可以由這個方法 跳回你四歲 然後跳回你對未來的看法 沒有所謂 沒有任何這些規則 因為我們平時說話 我們平時在這個意識的狀態下 總是被這些規則限制了 我們看到的東西 我們想到的東西 說出來的東西 都被這些規則限制了 所以他就要射除這些東西 射除這些東西 射除這些東西 令它隱藏了的東西 就可以浮出來 這就是法羅伊德發明的一個方法 叫做free association 可以解釋到 其實那些人前面身有什麼 陷著他說的那些東西 沒有限制 就是這樣 你剛才說了很多 其實法羅伊德 或者心理精神分析師 如何可以知道人家的潛意識 最後怎樣說到社會的面向 其實有 這一點 千萬實主義是很方便的 因為他有個發起人 Andrew Baton 他就直接寫出來 他有個叫做千萬實主義宣言 有兩個 就是首次和第二次 第一個千萬實主義宣言 他已經覺得很清楚 就是千萬實主義 這個作為一個藝術流派的目的是什麼 那就回到我們最初說 現在那個世代 一個被理性壟斷的世代 他們正正就要反對這一點 因為他們根據法羅伊德的看法 就是我們這個理性的世代 就是我們太注重理性 然後有很多我們原本擁有的那些欲望 原始那一面 非理性那一面 都被他壓住了 壓住了 令到我們不能夠釋放自己 有很多規條影響了我們 那麼千萬實主義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改造文化的 其實最終 他希望通過一些藝術手段 就令到我們的社會 承認和肯定了這些非理性 欲望這些東西 就是他們的目的就是這樣 好了 問題就是 那怎麼做才行呢 這裡其實他參考了 弗洛伊德的說法 弗洛伊德剛才不是說過的 他有一個非理性的方法 可以採取那些人的潛意識 同樣地 他們亦都發展了一些 叫做自動文化 因為千萬實主義 最初是一個文學的流派 什麼叫做自動文化 其實就是 好像非理性的 非理性的合作 我就坐在那裡 半份在那裡 然後就自由聯想 自動文化 自動文化 就是你不要想 你讓你的手 自己在那裡寫 類似符肌 類似的 是類似的 不論是潛意識符肌 總之你就要進入一種狀態 就是你不要那麼刻意去做些什麼 你讓你的手自己動 就是催眠的意識 讓他的防備比較鬆懈 開始休息 那些潛意識就有機會突破到 在你寫的東西裡面突破出來 是的 這個就是文學方面的做法 然後他們會用這個方法去寫詩 甚至寫小說的一些段落 大家可以去看看 你會覺得不合理 那是很正常的 因為正正就是要把那些 前面式的混亂的非理性的東西 展露出來 那麼 好了 最初是一個文學的流派 但是後來 攪拌一下 就不只是可以文學用得到 這些這樣的技術 那麼去到 Wistle Art Wistle Art 畫畫 畫畫畫是一個很大的類別 那麼 畫畫畫有兩種方法 有兩個可以大分為兩種的 在超人實主義 一種就像夢那方面 因為佛羅伊德又是說夢 我們是可以把潛意識展露出來 那麼 最多人留意到 而且應該是他最出名的作品 其實 反而就是他的千實主義的畫 而那些畫 給人的感覺就是 他好像在畫一些夢的場景 那麼 那麼很多千實主義的藝術家 都是在做這一件事 那麼這裏就 現兜兜有一張在裏 我們來到香港藝術 其實有一張有很多張的 這裏就現兜兜有一張 是的 這張是很出名的 是的 是鼎鼎大名的Darley 這樣 那麼 大家都見到 就是他 你有沒有覺得 這些東西就是 不符合我們現實世界的邏輯 就是 其實簡單說 就好像做夢那樣 就是為什麼鋼琴又會飛天 那些東西好像很狡不搭 把它組成在一起 還有 如果我們看傳統的話 我經常會叫人問一個問題 就是他在哪裡 他在哪裡 還有 那個光在哪裡射下來 那你覺得 你不合理的 他在哪裡 你見到Darley很多話 那場景都是不確定的 好像一片虛空 他不像是在地球上 在Google map 會找到那個景點 是沒有的 亦都不像 可以把不同的東西 九、五、八看在一起 那個時間 你也不太清楚 他在哪裡 有時候 這些就是他們的手法 有很多人解千人實主義的話 就會嘗試 好像做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是怎樣 他解夢 就是 他覺得夢 剛才我們也說了 他會改造 有些迷惑 令到原本的慾望改頭換臉 令到你不認得他 他們覺得這些畫都類似 他們就很喜歡解那些符號 就正如我解一個夢 譬如鋼琴怎樣解解 那個Donkey的頭 又怎樣解 然後這個人是誰 這樣 就會做這一種操作 但是 Darley自己有個說法 他就說不應該這樣 你不應該這樣解 因為你一解他 你就變成是Rationalize 好像用理性的概念去規範 其實他是什麼來的 就像寫字一樣 某個符號什麼意思呢 給他一個理解 這樣就是一模一樣的做法 而這樣就反而 因為正正他做的事就是什麼 就是讓那些潛意識 那些潛意識就是 所有意識 理性之前的東西 下面的東西 你用理性的方法去解釋 規範他 反而重新限定 那種理性的霸權 對理性的崇拜等等 因為他們的目的 未必跟佛洛伊德一樣 他們的目的 是要將那些慾望 解放出來 顯露出來 所以他覺得這些畫 他最重要就是能夠刺激到你 刺激到你 令到你將那些自己都壓抑了的東西 隨著你看到這些類近的作品 你願意承認 願意打開 令到你意識自己 原來都有一些這樣的 潛藏了 一些非理性 一些可能是抱不得的欲望 這些東西你都可以剪露出來 就是這樣 他就拒絕要你去解釋 他的想法就是 我們要 自然地看 這樣就足夠了 就沒有理性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畫一些很像夢的畫 另一個 表面上像這個做法 就是 好像很無厘頭的場景 九不達八 一幅畫 有一些雲 但一幅畫 會透了出去 到後面又有一些雲 很古怪 那些 這也是類似夢的做法 有人給一個花名叫dream painting 夢的畫 夢的畫 或者討論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很有趣 有很多人嘗試解釋 譬如這個是說 Dali對於爸爸的理解 或者想像 或者感覺 有一個比較像 很多時候 有時候笑過羊具外露的人物 被遇到為他爸爸 另一個是掩蓋眼 如果羊具剛好被樹葉遮住 他討論到解釋的是Dali自己 這就顯示了他對爸爸的那種 崇敬 崇敬 恐懼等等 也是和佛洛伊德的說法很契合 我覺得這幅 好像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 整出來 你看到那個爸爸的形象 是拿著一把剪刀 佛洛伊德說 有一個閹割的恐懼 就是好像你爸爸有權力 他可以隨時閹割你 但我想問的是 這個畫下去 其實很多時候 最終都是畫畫家自己的 一些很個人的經驗 就是你和你爸爸的關係 是 你爸爸怎麼對你 我爸爸和他爸爸不一樣 於是有一個討論就是 其實 那種 我們嘗試打開大家 自己潛藏了的潛意識 還有那些 我們不肯承認欲望 因為那個藝術 在超越實知的理解下 會做的事 但是如果我的畫家和藝術家 自己在創作作品的時候 是做了這麼個人的事 我當然是說自己 都是我的回答 我只是說我的爸爸 我不知道你和你爸爸是怎樣的 但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有沒有辦法 可以達到你的潛意識呢 如果我只是說 我和我爸爸的感覺 對於我來說是那些象徵 那些想像 那這個會不會下一個問題呢 這個是很常見的批評 就是對於潛意識主義 那這樣呢 是的 因為他 按照剛才的說法 他其實不是說自己的 他是想改變整個文化 令到文化更加接受到 我們有非理性的改變 那你講來講去 就是講你自己 除非我是你的精神科醫生 然後 如果我是你的精神科醫生 我看你畫的話 我便可以 原來你對父親有某些恐懼 那我便了解你 事實上就是 現在很多部分的藝術治療 作為工作 就是叫那個所謂病人 或者有需要的人 用這個方法畫畫 然後閱讀他的畫 去找回前面的精神點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藝術家 作為一個藝術流派 表達自己的時候 是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會期望 你看一個藝術品 就公開給大家看 而我不是作為一個八卦 去規探你的私隱 去規探你的過去發生事 譬如馬葵有一段很出名的經歷 就是她見到她媽媽浸死了 然後她撈上來的時候 臉被遮蓋了 然後你會發現她很多畫都是這樣的 她很多畫 我很喜歡一張就是 兩個人寶寶 但好像蒙著臉 這樣寶寶 然後人們便追溯了 原來她小時候見到這段 令到她很有創傷 然後她經常揮之不去這個片段 然後便會變成她的畫作 但是我看藝術 是否看別人的私隱 是否規探別人的八卦 好像不是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批評 Darley其實是有回應的 她的說法就是 以這幅為例 如果佛里特那圖是對的 我們這些個人的慾望 不會完全是自私的 是大家都分享同一個結構 大家都分享同一個 父親 我這些是否Floid 對呀 我便做了 對於老的有甚麼聯想 就是老的親 又老的親 父親是一個權威 你會對她有種敬畏 她會覺得這些是一些宇宙的事 不是她自己 所以她同時是畫人類一般 人類一般的潛藏最基礎的慾望 還有我們試想一下 如果我們的內心世界 我們的潛藏真是這麼自私 其實沒有人可以解釋你 但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做夢的 其實都某種意義是一些符號 就是佛里特會用這個進路來講 以這些符號 已經除了我們的成長 是被社會分享了 不過我有一些私人的用法 現在佛里特做的 只不過是將那些 大家都知道有這些符號 然後我們看你的特別用法 究竟你自己將這件事怎樣用 但到最後 我們是分享同一個奪購的 我們通過這些 可能出發點是她個人 但她希望達到一個普遍的做法 我覺得大致上我認同的 但我覺得有個兩難在的蛇刀 譬如剛才你說的 Magrid的畫 但這幅是比較清楚 我覺得 但譬如Magrid你講的那幅 熊掌Kiss的那幅 如果我沒有真的具體遇過 那個經歷的話 其實我不容易 換成我自己的前面式 因為那個也可以是一個很個人 很私人的記憶 就算用佛里特的說法 有些前面式的心理結構 是比較普遍的 譬如對父親的形象 閹割恐懼 戀武全意見 那些可能會比較共通 但另一部分沒有那麼共通 譬如是一些 個體而是發生的創傷 你可能會壓迫 不讓你意識知道 但最終會很影響 我們的很多行為和看法 但那些是很個人的 我小時候遇到 Magrid的創傷 譬如Magrid那個 那這些我就覺得 你作為一個藝術家 你很難不表達自己 用自己 因為很具體 對你很有影響的一些往事 或者一些回憶 或者某些經歷 你去繪畫 你去創作 但同一時間 又未必可以連結到其他人 所以結構是分享 但具體內容 始終你用到的話 也未必可以換上其他人 他自己的潛意識 這樣的話 我會覺得 有個兩難在 除非你永遠只是容許 用一些很普遍的方法 和普遍的符號來作畫 如果不是 始終會有一個限制 剛才說了那些所謂dream painting 對於dream painting 有人就提出質疑 你發夢的時候 就真的是你的潛式顯露 但你畫一幅這麼大幅的話 你畫幾個小時 至少 其實這個已經被理性過濾了 你要很有理性地選擇顏色 落筆 就已經distort了 就不再是原本那樣東西 結果 有人從另一個方向 去嘗試捕捉這個潛意識 我們潛在的慾望 這個方法就發展至 佛洛伊德的VR association 然後剛才不是說了 有一種叫automatic writing 你不要想 不斷寫 同樣地 就把automatic writing 的方法 應用在繪畫 變成一種叫automatic drawing 我最初就不認識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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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就是用回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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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著者畫屈 是的 所以我們看出來會很混亂 一塊東西 這樣是正常的 而這個正正就是 我們前面知識 如果要展露出來的一個典範 他們會覺得 就是這樣 剛才就說了兩個最出名的 穿實主義繪畫的方式 其實現在我們說了這麼久 我們會發現 穿實主義其實很注重方法論 因為到最終 就是將一些我們意識不到 壓抑的東西可以展露出來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 五花八門的方法 例如這個所謂精緻屍體 其實就是合力創作的 就是三個人 他的玩法是什麼呢 就是將一張紙摺了三份 然後你畫一份 我畫一份 然後第三個人畫一份 你每個人畫的時候 就不知道看不到 別人畫的那塊是什麼 結果攤開的時候 就有一幅畫 就有三部分構成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他們也是嘗試衝破的 理性有意識有目的 那種做法 因為當我們有目的去編排 就是你設想一下他們之前 那些人畫畫 它當然是有一個構圖 有一個主題想表達的 那麼每一樣東西 就受著理性的安排去限制 然後這樣擠出來 而這一種畫 正正就是 我不知道你畫什麼 結果就很隨便的 這樣才可以撞出一些 有別於有理性安排的東西 那麼同樣地 有另一個方法 我們今時今日就是 就是拼貼 我們今時今日集以為常 你做設計的那些 就是整天使用 所謂拼貼 拼貼 你想真點 拼貼其實是很古怪的 拼貼就是 就是把我這張報紙上找到一幅圖 那份雜誌找到一幅圖 其實是九五八八的 那兩樣東西 那麼我就把它黏在一起 其實就是 又是同一個原理 就是同一個 就是想用一些隨便的方式 就打破我們的成件 打破我們原有的想法 做出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四哥你剛剛說完 說可以用拼貼其實很有趣 可以令到一些不關事的東西 黏在一起 就可以突破了某種理性的限制 其實所以很有趣 就回到這個展覽 其實有一個主題 就是講神話 就是超人實主義和神話 是經常有某種內在聯繫 他們經常用到很多很奇怪的神話 才會出現的動物 或者生物 去講的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 譬如舉其中一個例子 這個是我們經常用的 譬如這幅畫 就是Mark Sands的奇美拉 奇美拉是什麼 就是一個以前 古希臘時的一種神 傳說中的生物 神話中的動物 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頭是獅子 身是羊 尾是蛇 尾是蛇 現在看不出 當然 看不出哪裏是蛇 還有一些 好像是捕魚類動物 當然是一位 這是Mark Sands自己 對於神話中的生物 的一種詮釋 是他心中的奇美拉 因為他們覺得 是不是這個拼貼方法不重要 最重要是 突破了已經有的物種 的想法 將東西組成在一起 沒錯 其實跟Kolash 和拼貼有某個 一物相成的地方 就是在於 我們可以 因為平時覺得 理性很重要 在現代的世界裏面 但理性會要求 例如一致 統一 合理 拼貼 往往某些時候 將一些不合理的東西 都在一起 變成一件事 其實它不合理的 甚至不合理的 但正是這樣 才能讓我們感受到 其實邏輯和理性以外 甚至下面 有些更加重要的 非理性的元素 是拼圈了人類的很多東西 如剛才我們所說的 潛意識 在這個角度來說 神話中的很多 生物 或者動物 就重要了 例如這些 其實不合理的 其美拉 所謂的獅子頭 羊身 蛇尾 其實不會有這件事出現 它根本不是一件事 但如果我們用這些神話 中的生物 或者物件 去說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加感受到 其實 在我們的邏輯和理性以外 有些更加重要的東西 是我們在前面的意識裏面有 就回憶出來 不過你意識裏面的邏輯 會要求我們 理性地 根據某一個邏輯 去看事物 看世界 但其實這不是 最真的東西 對他們來說 所謂servilism 其實是有些 更加真的東西 比傳說中 一般來說 覺得是真的部分 有些更加真的東西 就是前意識的部分 而裡面 可以有很多東西 完全不合理 不樂趣 或者不合理的 所謂make sense 就是合理性的 但是 這些神話中 會有的東西 正是顯示了 這些不合理 不合理的東西 其實可以共野一路 而那個禍物是更加真的東西 所以他們會使用這些符號 去做很多的創作 而說回這個神話的主題 其實正正回應我們最初最初的 就是那個時代問題 那個時代就覺得 我們現在被科學理性主導了 那個社會 產生了很多問題 那就要一種反抗 其實這個起源就是 就是對於神話的那種鄙視 那種打壓 然後我們要用科學來解釋世界 所以 憑著這一系列的作品 其實我們看到 千實主義的目的 目的就是 某種意義上 它復興了神話 不過它復興的方法 就未必是回到以前那種故事 它企圖將什麼呢 將那種 我們已經被忽視的 一種非理性思維 一種慾望 嘗試在我們現實世界那裡 重新呈現出來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企圖達到 改變我們那個 現有的文化 和人類經驗 這一點 所以就加了 神話這一個元素 所以繼承剛才 康廷你講的一點點 這個作品我覺得 是這個展裡面其中一個 我自己很印象的作品 就是它想說 我們現代人其實 因為理性已經主導 所以我們其實 某意思上來講 是一個沒有神話的年代 就是我們覺得 我用人類理性 用科學 因為把握世界的一切 根本就不需要說神話 但是當然 剛才的討論就看到 其實這個有機會 是帶來很多災難和問題 因為我們以為 理性就是大了 就是最終的答案 但其實很多時候 人類的心理運作 根本就不是這樣的 是很多更加潛在的東西 顯示出來 在這個角度來說 當然古代神話有它的好處 就是古代神話 告訴我們 我們仍然有個神秘的世界 世界是神秘的 不是我們理性可以把握 理性只是一部分 在這個角度來說 用神話來理解世界 會是理性以外的另一個方式 但是這個沒有了 所以就給了理性的獨當 就是他唯一的霸權 可以說 唯一的就是他在 於是 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超現實主義者 會有時候有個說法 所以我們應該重新 建立現代人的神話 就是令到我們 不要用理性 去看完世界的一切 某意思來說 是令世界 重新有神秘的面向和一面 譬如這個作品 就是嘗試 我自己覺得 就是受著很多 以前的 當然古文明也好 或者很多的 舊的神話影響 但是重新用現代方法 重新詮釋一次 就是重新建立我們 現代人的神話 去令到我們看世界 不只有理性的一面 而是另一面 而我覺得這個所謂 令到現代都有神話 哲學上經常說的 這個re-enchantment 就是曾經我們有個 dis-enchantment的階段 然後我們要re-enchant re-enchantment 會不會就是 咦?我們又找回宗教來信呢? 那我就覺得 切實主義 它不是向著這個方向發展 就好像 宗教死了之後 再找到一個新的出來 回復以前 似乎不是這樣 根據我的理解 怎樣不同 以前的宗教是講故事 就是用故事去解釋世界 我覺得 村實主義有一個很出名的電影作品 叫做安德魯之犬 你看過那套就知道 它是完全沒有一個傳統的 或者是沒有一個傳統的傳統 就是這個畫面 和下一個畫面 可能是畫面相似 令到你聯想到下一個畫面 這些其實就明顯用了 分析聯繫 我覺得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們告訴我們 它再不是回到以前的那種神畫 它是想怎樣 就好像我剛才說 那些有 所謂現代的神畫 其實就是 將我們肉眼看到的這個世界 給它一種神聖 或者給它一些魅力 而這個依賴要做的是什麼 就不是剖析一個神 而是我們自己 可不可以 令到我們的經驗得到開放 如果我們的經驗得到開放的話 其實這些事物 就算多尋常的事物都好 其實它還有很多意思 有很多其他面向 差在我們有沒有那隻眼 差在我們有沒有那個思想的闊度 去perceive它 而超實主義的目的就是 要打開我們每一個人的這個 所以這個和神畫的功能是相關的 神畫很多時候 是給了一些東西的意思 我們 如果你有不同神畫去看 那些不同的事物 自然有不同的意思 例如我們很古代的神畫 我覺得有山神 雷神 水神 自然那些是它自己的意思 我們隨意賦予 是神畫的古德 決定了那些山 海 樹 其實那些意義在哪裏 所以如果你這樣理解神畫 是有賦予意義的功能的話 我們現代人要重新 在超實主義眼中 重新有些新的現代神畫 是重要的 因為它令到我們 重新有一個空間 打開一個賦予一些事物意義的 不同可能 不是只有以理性的角度 去看是唯一的可能 因為那裏會帶來很多不同的問題 反而是重新給我們新的神畫 不要用理性的目光去看它 要用其他目光 去重新rearrange reorganize 我們的經驗 從而有機會 給予不同的意思 令到我們更加認識到 譬如那個例 我們前面身是怎樣 我們有些原車欲望是怎樣 那些甚至 不知道世界的理解 是對自己的理解都不同了 從此之後有機會 去解決一些 其實我們沒有這個理解 是解決不到的問題 剛才康廷之前說過 即是說 有一個自動畫的方法 去表達人的潛意識 其實現在你看到這一幅 是另一個很出名的畫家 Miro 他所畫的其中一個自動畫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當然是畫一隻牛 而且事實上這幅畫叫做 Blue Fight 所以其實是看見一個 鬥牛的形象 的一個畫作 但一說到牛 大家如果熟悉這個超戀實主席 就會馬上想到 其實另外一個 神畫中常常出現的 神畫中的生物 經常都是 超戀實主席者 用到的很多的舞題 包括了甚至他自己有一個雜誌 是專門收他們自己的作品 那本法國雜誌的名字 都叫做牛頭怪 就是傳說中常出現的生物 叫做Minotaur 這隻Minotaur 為何會這麼重要 當然不是現在看到這隻 但也是跟牛相關 其實是跟神畫有關 話說當時 就是希臘時有一個國王 他犯了錯 如果國王犯錯 最後就是他的妻子受到懲罰 國王犯了妻子受到懲罰 可能全部的妻子也受到國王 那就是 妻子最後就是 愛上了一隻公牛 然後會跟一隻公牛交配 就生了下一代 就成為了牛頭怪 所以那隻牛頭怪 就是Minotaur 是他經常出現的一個舞題 而同時是希臘傳說裏面的一個產物 但是為何要用牛頭怪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的 就是有幾樣東西可以說 第一當然就是仍然是那種 跟剛才我們說的奇美拉的時候一樣 就是那種因為有不同的生物黏在一起 其實貿易意義上來說 就突顯到那種其實是 對理性的反撲 就是不一定要混合 不是一定要合作 可以是不合作 不合作 可能是更加真的 還有它是一種犯禁 就是亂論 雜交 這些其實是違反了社會秩序 它在一個雜交底下 不准許 不被理性 或者我們的道德准許 底下 產生出來的一個作品 就是 很棒 這個位置 當然繼續說 如果你說雜交 或者拼貼 甚至是掌欠了人的不同部分 就是它是人 和動物的雜交作品 人傳統理解 就是比較理性 但是動物全部是不理性 就是盲目的衝動 就是 顯示了人 其實是這兩者的結合 所以它 反過來說 其實它肯定了人的動物性 那一部分 因為以前想去除這一部分 現在它就 特別認為這隻是一個代表 就是 我們其實有動物那邊的 我們有動物性的 就是這樣 而繼續說下去 這隻牛 是在哪裏 根據那個神話故事 就是住在一個迷宮裏面 這個迷宮是很厲害的 所以它走不了出去 它在裡面 盲目地 撞來撞去 走不了 這也是很顯示到 它們想表達那個東西 就是人 如果你說理性 那些 其實是很有秩序 很有理罪 很有目的 你知道自己要去哪裏 怎樣去 有什麼方法 去吧 但是在一個迷宮裏面 這隻牛 代表著什麼 其實代表著一種 人的非理性的部分 其實更加真實的人的面向 可能是那種非理性 好像這隻牛 這個牛頭怪 在這個迷宮裏面 想走 走不了 甚至沒有想走 就是盲目地 亂的盲狀 那個非理性 無目的的部分 就是潛意識 就可能是更加真實的面向 而這隻牛頭怪 很象徵到那部分 所以它們為什麼經常都 第一是拿牛頭怪 作為創作的主題 第二就是這個神話故事 為什麼能夠 跟這個超越實主義 其實顯示了 這個神話故事 它本身帶來很多 不同的聯想 令我們可以感受 人的前面色部分 更加真實的那部分 那是他們的雜誌 甚至叫做牛頭怪 其實我自己是挺喜歡超越實主義的 我覺得它始終是說了某些之前 可能未必看到的部分 但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值得討論的 究竟做不做到他們說自己會做到的那個藝術系統 還有我挺困難的 就是要我解釋千實主義 因為我經常想 既然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引發我們 解放我們那些潛意識的慾望 這些東西 那它是要 禁止了理性的運用 但是我們看到他們的作品 好像我們剛才這樣 講一大輪 解一大輪 好像將它 Rationalize 就是這個 這個佛羅伊德都有講 我們自己做了一個夢 然後我復術出來 已經是Distort了 因為我是Rationalize 清醒的狀態 其實我們是不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其實如果我們這樣解釋完之後 你們走去看的話 會不會已經是一個Rationalize 的千實主義 好像將它原本的力量 就去除了呢 會不會這樣 就是如果聽別人解釋完 聽我們解釋完之後 然後再欣賞一個作品 這似乎會落入它自己的批評的位置 就是會不會用理性的語言 和理性的理罪 去嘗試去規範和理解 它是supposed 他覺得那些沒有理罪 和非理性的潛意識部分 似乎是會有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倒過來 就是可能它會拒絕你解釋它 或者不歡迎你解釋它 可能我們可以直接看 而不要解釋 是的 所以這裏就回到 你剛才問的問題 就是它做不做到它做的事情 我們也不解釋 也不解釋 但是我又設想 我以前不懂這些東西 我就不解釋這樣看 但是我不解釋這樣看 我就會覺得 好處遠實嗎 有什麼特別呢 好像就真的不可以令到我 將我的慾望解放出來 好像怎樣都大概 對於心理分析 潛意識的理論 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去看才有機會 就算我不再去解釋 那些作品 才有機會 帶一些機會 去感受到它 它的藝術的威力 但其實已經是很理性的部分 所以我現在的說法是這樣的 就是那些東西是要的 我覺得要有一些背景 然後才進去看 但是呢 這隻背景最重要是提醒我們 不要思考 不要太過用理性思考 所以我們就好像 用理性來限制自己的理性 其實這個智學都常做 康德都是這樣 用理性來畫了一條界 我們知道了這堆東西之後 我們已經知道 原來呢 理性有這個限制 而他們的目的呢 就是要我們 suspend 它 所以呢 這個是知識來的 我們懷疑了這些知識 我們就刻意地 嘗試 suspend 自己 嘗試去感受它 那就可能會達到 他們想要的效果 我現在就這樣說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要回應 就是在這個位置 但是當然 我猜這個質疑 永遠都在這裏 即是有幾次做到呢 會不會怎樣都好 都會有些譬如例 作為符號 作為甚麼 怎樣都會有多少 到最後最後 你是否真的可以 純粹不要解釋它 用理性限制自己之後 我就這樣感受 但是我很多都覺得 如果真的完全不解釋的話 那些作品 你真的感受不到那些 而且會去到一個 可能深一點的哲學問題 究竟有沒有可能 我們的經驗 完全跟概念分割 這樣去獲得呢 而我自己的立場 似乎是 沒有什麼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 總是 我們的感受 已經有一個conceptual scheme 或者我們的語言 就會share了 那些感受 給我們的feel 所以呢 你是不是有一個方法 可以延避了我們全部conceptual scheme 你可能 寶寶仔出生就可以了 你的conceptual scheme 就是指引人的理性 理性運用 四個的說法就是 似乎我們對於 那個藝術品 最直接 最原初的體驗 都不可能完全沒有理性部分 如果有一部分 正在整理經驗 使得我們不能完全 離開理性的秩序 但如果這樣的話 就顯示 這個超越術之外 是自然失敗的 其實很簡單 就算你不聽我們說這堆 你進去 你有沒有常識 你都有對於這個世界常識 你便有一個conceptual scheme 然後你便用你現在這個conceptual scheme 去理解那件事 所以 就好像真的很難完全失敗 反正說了那麼久 我再說我對Margaret的看法 其實我自己覺得 雖然Margaret那些畫 表面上就好像 在做夢一樣 但我覺得它是很不同的 它是很有理性地 將某些東西安排 然後砌在一起的 它最出名的肯定是 那一幅煙斗 然後下面寫著 我不是 這不是一個煙斗 其他都是 我照鏡照到自己的後尾枕 還有一個 好像叫做 Hagle holiday 那幅叫做 就是有把傘 傘上面有一杯水 這樣 那這些是做些什麼 我就覺得 不像Darley那種 我覺得它是 知道了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限制 我們總是有conceptual scheme 接著看那些東西 而它就令到你這些conceptual scheme function不到 我覺得它的目的就是這樣 所以它特別地 針對理性 它要令到理性短路 我講法是 令到它是否叫調制 令到理性調制 最出名就是 那幅煙斗 就是 我們會用一些煙斗 這些 我們現在有的概念 來 share that 這樣看它 然後就特意做一些 圖像 和文字 有個矛盾 就好像我們的經驗 和我們概念 製造一種矛盾出來 嘗試去摧毀 我們這個使用理性的習慣 這就是我覺得最後有可能的回應 有沒有機會 其實某意思上來說 沒有所謂的 就算創作的人是很理性的 甚至觀影的人 看過欣賞者 都可以伴隨著 或者 presuppose 很多理性的知識在背後 但問題是在於 有沒有辦法 就算運作的懲罰理性 也好 有沒有辦法透過欣賞經驗 突然間勾起到 打開某些前面色的部分 之後做到 其實不完全是不依賴理性 我覺得沒有所謂 有機會是用了某些理性的創作 或者某些理性的解讀 但是最終只要我做到 我明白到 我突然間感受到 那個非理性 或者前面色的部分 其實我會覺得 可能千里實主義 在這個角度來講 已經做到某些 他想做的藝術效果 可能已經足夠了 我猜剛才你說 Magrid可能是某意思上 有意識地做這個工作 我是這樣看 所以我覺得 Magrid做的就是 令到你的理性 令到你的理性 不是很暢順地運作 達到後來的效果 就是這樣 那我走了 好了 好 最後不用特別 怎樣結尾 不用特別 我們說的結尾 那些不用的 再見 弄到浪漫點 可不可以是大 四叔的愛 弄到四叔的愛 我還是要回家 笑 中文字幕開來 感谢观看